2022年初 美国刚刚对外声称 他们严重的飞机坠毁事件 相对于往年减少了很多 不过这话刚刚说出口 美国就接二连三 爆出了战斗机坠落的消息 这其中有一架特殊的战斗机 是今年最早在美国境内坠毁的 不得不说 这打脸的速度有点快呀 不过有意思的是 美方很快就出面否认了 人家否认的不是飞机坠毁这件事 而是这一架战斗机 据说这架颜值还不错的战斗机 并不是美国空军的配置 而是一个私人承包商的所属物品 所以它既不属于美军 也不属于它的原产地法国 这一架好看的战斗机 就是幻影F1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架别具一格的战斗机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到幻影F1 人家可是有不小的来头呢 在幻影战斗机这个家族里面 有很多型号最终只停留在了设计图上 也有一些型号 仅仅生产了一架原型机就戛然而止 能够最终被大规模生产的 一般都是那些经过反复锤炼 并且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战斗机 而幻影F1有幸得到量产 自然也有它独特之处 因为幻影F1采用的是 常规后掠翼和评委设计 所以这让它成为了幻影家族里面的一个另类 毕竟幻影家族的战斗机 标准结构布局是三角翼没有评委 当然也是因为幻影F1这不一样的存在 让它和其他的幻影战斗机 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并且成功解决了幻影3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样独特的优势 最终让它扣响了更多国家的大门 这样一架飞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呢 我们不得不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去一探究竟了 当时幻影3还作为一代名机 在战斗机这个领域叱咤风云 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看似光香的幻影3 它的进场速度却令人担忧 所以法国空军开始想着 怎么把它给代替掉 经过了一系列的研发和成本对比之后 达索公司决定研发小型战机 1965年底 幻影F1的胚胎成功孕育在了达索公司 相对于前代的幻影3 幻影F1的主要优势有以下几点 第一 幻影F1搭载的发动机是阿塔9K50 加推力达到了70.6千牛 这直接让它自身的机动性更强 爬升速度也提高了很多 相对于幻影3的60.8千牛的加推力 幻影F1的速度足足是它的两倍多 第二 幻影F1在作战状态下 它的范围更大 续航持久力更强 相对于幻影F3 基本上都是在成倍的增长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幻影F1增加了 大约43%的内部燃油量 第三 幻影F1因为自身短距离起降性能比较好 所以对着陆机场的要求不高 即便在简易的机场 它也一样能够安全着陆 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适应能力不错 所以试着生存吧 具体和幻影3的差距 表现缩短了30%的起降距离 和降低了25%的进场速度 第四 幻影F1兼顾了经济性这个特质 同样的条件下 它比幻影3节省了五分之二的燃料 正是因为以上的这些优点 幻影F1才能够成功从一个备胎 逆袭成为了一架与众不同的轻型截击战斗机 自然 它的性能参数和技术特点也有自己的优势 它和幻影家族的其他机型一样 是一款单发单座战斗机 能够搭载一名飞行员 整体机身长度为15.3米 双翼展开后有8.4米 机高4.5米 这样的体积决定了它的净重为7.4吨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6.2吨 由于发动机的推力 它在11000米的高空中 飞行能够达到2.2马赫的最高速度 最大作战半径是425公里 最大续航能够达到3300公里 即便挂了两枚导弹 它的战斗巡航时间仍然能够达到2.25小时 在武器装备上 幻影F1的常规固定装备 是两门3毫米德发553机炮 备弹300发 机幅下有一个外挂架 两边的机翼也分别装有外挂架 一般情况下 可装载4吨弹药 在航电设备上 不得不说一下幻影F1的雷达系统 它搭载的是 汤姆森CSF希拉塔四型丹脉冲雷达 就是这个雷达系统 让幻影F1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 它不仅能够执行空对地的攻击任务 还可执行对中矩导弹的拦截任务 总体上来说 它应对中低强度的空中任务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也成为了小国购买这款战机的主要原因 幻影F1的衍生机型比较多 每一款都有着自己独特之处 F1C是一个家族庞大的分支机型 在这个家族里面有很多的衍生型号 其中最主要的是幻影F1C2 它的身份是专业侦察机 它不仅能在中高海拔地区执行远程的侦察任务 还可以在低空突防中完成收集数据的任务 除此之外 幻影F1C家族中的精英 还有幻影F1C200和幻影F1CT 为了适应南非的采购需求 幻影F1优化了白天空中对战的能力 主要型号为幻影F1AZ 是一款单座型的战斗机 这一款机型南非一共采购了32架 在南非的领空上 幻影F1曾经把安格拉的两架米格21给击落了 和幻影F1A不同 幻影F1B是一款双座型教练机 这款战斗机机身长度增加了0.3米 两个座位都安装有控制装置 在1976年完成了首次飞行之后 法国空军率先订购了20架 1983年完成了交付 随后伊拉克购买了18架幻影F1BQ 这也迎来了幻影F1的高光时刻 在两仪战争开始之后 幻影F1成为了伊拉克能够和美制F14 熊猫战斗机对抗的唯一武器 在一定程度上 幻影F1明显逊色于F14 但是它的体积比较小 这使得它非常灵活 再加上本身拥有空中对战的能力 所以在面对没有空中预警系统的F14时 它出奇制胜地收获了在伊拉克的第一个战果 除此之外 伊拉克的幻影F1还在1987年5月 狠狠地咬了一口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被幻影F1的两枚导弹击中 护卫舰上的海军受伤26人 死亡37人 后来的海湾战争中 幻影F1在伊拉克的战果达到了最高值 即便后来有说法是 一架美国的战斗机 在躲避幻影F1攻击时坠毁的 但是对幻影F1的战果没有丝毫的影响 和在伊拉克取得战果的幻影F1B相比 幻影F1M53的成绩可是有点惨了 作为竞标欧洲的战斗机 它在发动机上做出了改变 配备了斯奈克马M53发动机 可惜最终它还是以第二名的成绩 败给了F16战斗机 在研发地法国 这样庞大的一个战斗机架组 它的服役历程也是非常壮观的 起初 幻影F1在1973年5月 被交付给了法国空军 同年12月开始服役 在1984年的曼塔作战中 法国空军第一次启用了幻影F1 通过一系列的作战部署之后 四架幻影F1C200 为掩护参与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即便进入了新世纪 法国空军的装备早已经更新换代 幻影F1也仍在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2001年11月 亚木苏克罗机场被幻影F1袭击 两架攻击机和三架武装直升机被摧毁 2007年10月 幻影F1搭档幻影2000 一起出现在了坎大哈空军基地 完成了近距离的战术侦查和空中支援任务 到了2011年3月 幻影F1CR又在索罗扎拉的空军基地 完成了对利比亚的侦查任务 直到2014年 法国的幻影F1系列战斗机才完全退役 事实上 在上世纪的80年代 幻影F1就因为种种的原因 开始被自己的兄弟 幻影2000等战斗机排挤 之所以能够坚持到2014年才退役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更经济实惠一些 能够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更大的利益 幻影F1作为幻影系列中的一个另类存在 它的设计成熟保守 不仅满足了法国军方的需求 而且还大量的出口 它备受战火的洗礼 成功接受出了检验 说明的确是一款性能优异的战斗机 即便现在它慢慢地退出了战场 但它的辉煌一样存在于史册之中 本期关于这款幻影F1战斗机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